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员可在实验记录066β中记录结果 ISCP-066应存放在SIDE21的高价值物品储存设施中的一个碳化物箱内 每个月必须员工检查一次该箱子有无内部损坏 如果出现损坏,ISCP-066必须被移置一个新箱子中 此任务有一条能够在3秒内完成任务的机械笔执行 描述 ISCP-066是一团有编织有毛线和丝带组成的不定型物 重约1公斤,ISCP-066的线可以被单独抽出并操纵 这样做之后,项目将产生一个自然音阶上的音调 当产生一组6个或更多的音调时 ISCP-066将产生性质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的良性效果 ISCP-066在其产生的任何效果持续时,不会对操纵做出回应 在事件066之二前,结果包括 ISCP-066变成一只三色小猫,持续17分钟 小猫显得非常友好和顽皮,看上去已被除爪 一首持续四分钟的歌,原生其他配上歌手、创作人的歌声 歌词告诫听者在没有父母监督时,不要使用尖锐锋锋利的物品 一个小杯子蛋糕,巧克力味,附有巧克力糖霜,顶上插有一根点燃的蜡烛 值得注意的是,在该效果之前产生的声音和生日快乐开头的调子一样 ISCP-066在上述蛋糕被吃掉后,恢复回应 事故066之二,2008年4月18日 D1066-4337被指示用一把剪刀去剪下ISCP-066的一部分用于测试 而当他开始剪的时候,ISCP-066滚到灵太一公尺的地方 发出一种不明的自私声 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,D1066-4437尝试继续下刀 结果ISCP-066再次滚走并发声回应 你是Eric吗? D1066-4437否认后,ISCP-066变成其当前状态 参见档案照片,并开始发出大声而不和谐的不连观音符 直至D1066-4437被带出房间 事故066之二后,ISCP-066开始表现出和原有特性高度不一致的行为 ISCP-066现在表现出强大的移动能力 主要形式为能以极高的速度移动部分触手撞形体 当ISCP-066不能或不想使用该能力移动时 它偶尔会尝试用线摩擦箱子内壁 逐渐使其魔耗,以此来损坏收容 考虑到其构成材料,该过程异常有效 此外,ISCP-066在任何人类在场时 均会自行产生音调和效果 无论此人类是否与ISCP-066互动 该过程至少需要6秒钟 事件066之二后,ISCP-066产生的效果包括 双方设施附近放出一只蜜蜂 飞走前遮伤了D4436,未捉住蜜蜂 不知道蜜蜂是如何存活的 被多分第二交双曲以超过140分贝的音量播放 造成3名人员永久失聪 另外8名人员听力永久损伤 ISCP-066的重视突然完全失去光亮 持续5小时 室内人员声称听到背后传来粗纵的呼吸声 但找不到明显的来源 当不产生异常效果时 ISCP-066一直用低唇的男性声音念着名字 Eric 以上就是SCP-066 简单来说 SCP-066是一团由编织用毛线和四代组成的物体 SCP-066的线可以被单独抽出并操纵 产生一个音调 当组成6个或以上的音调后 就会有一个随机的好事发生 但基因会在实验中 让地检人员用剪刀剪下SCP-066的部分 SCP-066质问地检人员是否是Eric 当地检人员否认后 SCP-066就变成了巨攻击性的状态 会在有人接近时 随机产生负面效果 SCP-066也是一个被重写过的SCP 原本的SCP-066是一个白色方块状的机关盒 当以特定方式转动 会发出一个自然音界中的音调 当产生8个音调后 会发生一件随机的事 而基金会在实验中意外启动了SCP-066的防御系统 一个全息投影出现 并且与基金会人员对话 在明白SCP-066已经从原本的主人转移到基金会手上后 投影消失 接着SCP-066杀害了所有赛场的研究人员 之后SCP-066对所有刺激都没有反应 部分人讨厌原本的SCP-066的原因是太像 Hail Razor 系列中的The Merchant's Box SCP-066的分数在2011年降到复分 后来由Communism为为你重写 而作为作者的特色就是 会在项目等级后面加上一个拉丁文单词 用来表示这个SCP的性质 像这篇文档中的SCP-066和Eucaly Impetus Protest 是有益或利润的意思 而Impetus 是攻击的意思 代表它从一个有益的SCP-066 变成了有攻击性的Eucaly-066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-066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